全球遊友,大家好我是燕子 今天帶大家去哪裡呢? 黃季店 那燕子並不打算從這邊上去 燕子先打算到黃季店東風 再走林縣 到天王風 然後再到西風,再下來 好了,出發 現在11點59分 燕子並不打算先到西峰 燕子先到黃雞店的東峰 再經過天王峰 然後再到西峰 好,我們出發囉 直接從這邊上去 好,繼續往上 看到第一個招牌 現在燕子先到東峰 然後天王峰 然後西峰 再下來哦 好,出發 那麼快就有椅子 燕子還並不需要休息 好,現在燕子很快就走到這邊哦 感覺蠻快就可以到東峰了 好,繼續加油 時間12點06分 這個樹長滿了絕肋 好 蠻有意思的 先告訴大家 燕子第一次帶Gopro10出來 爬山 第一次出來錄影 那大家看一下 這個 拍起來的效果怎麼樣啊 有沒有比之前的影片更平順呢 好 那就繼續囉 從這邊一個彎 繼續往上 已經不知不覺 爬那麼高了 感覺上 這是以前的 遺跡 以前的房子 現在長滿了青苔 大家看 這是以前的遺跡 只剩下牆壁 沒有屋頂 好 就這樣子 12點09分 現在燕子已經到這邊 又前進了一點了 看到第二個招牌了 黃季店東風 眼前就是一個好漢坡 好 燕子到現在都還沒休息 好 繼續努力囉 那順便跟大家講 如何正確的使用登山杖 那我們一般人 手會直接握 或握在上面 或者是沒有套過繩子 就直接用手的腕力 以燕子的經驗 要穿過這個袋子 然後用手腕的力量 不頂到最頂 然後這樣子 走的時候 動心不要往後 身體動心要往前 這樣子 動心往前 自然就有個力量 就帶上去 就是這樣 那這個 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繼續好 換坡 繼續努力囉 黃地墊步道 好 剩下一點點 燕子已經不知不覺 就從下面這樣 到這上面 經過這個 黃地墊步道 就剩下一點點喔 好囉 已經上來了 這都是平路了 那跟大家報告 燕子先到東風寺 清乾後苦 從出發點到東風寺 比較緩的 如果登山口直接到西風 是上升比較陡 那等一下 上升比較晚之後 燕子到東風之後 再走東風天王寺那領線 再到西風 下來就 可能比較輕鬆 好 出發 又是一個好換坡 燕子從這個登山口 到東風已經走了將近 二分之一 還有二分之一 喝個水 好 出發 剩下一點點 燕子一口氣 就這邊爬上來 大概花了一兩分鐘吧 好 繼續 好燕子準備這個軟套殼的坐墊 這樣燕子的褲褲就不會髒掉了 在這邊休息一下 燕子第一次坐下休息 好 燕子在這邊標明處休息 12點29分 所以上來已經半小時了 爬了二分之一 現在已經可以開放 空曠的地方 並不用戴口罩 燕子為什麼戴口罩呢 剛剛有一群年輕人走過去 所以燕子就先戴一下口罩 就這樣子 這個好漢坡 繼續往上 走完石頭路 先拉換這個一格格 木頭棧板 東風剩18分鐘 550公尺 西風2480分鐘 好 繼續往上 現在開始有拉繩 就比較輕鬆了 到前面開始攀岩了 在這邊休息一下 現在12點52分 東風到天王風的陰線了 燕子等一下要把這個 燈山杖給他收起來 要開始走零線 從這個地方就有訊號了 往上了 還好還好 並不是很困難 還沒拉到繩子 這可能要拉繩子了 拉了手就髒了 真的 好 一直爬一下 果然是手髒了 這有岔路 這往西風 這往東風 已經上了零線了 奇怪 沒來過人那麼熟 東風 十八間 西風 好 先到東風 再到西風吧 剛剛從這邊 這樣上來 皇帝店停車場 等一下要從另外一邊 從西風下去 好 出發囉 現在就是這種路 燕子買鉤石 第一次帶他出來玩 危險地形嗎 還好 畢竟燕子 有去過淹嘴山 淹嘴山的地形 比這個更險多了 淹嘴山其實看起來 影片很可怕 實際燕子到那邊 沒有那麼可怕 那燕子也有懼高症 燕子是覺得還好 這種地形蠻好玩的 輕鬆愉快 這個地方可能會滑 經過要小心 一看就知道 會滑的感覺 好上來囉 這裏地形蠻好玩的 這種絕類 蠻好玩的 好 繼續 哇 經過了一個 大石壁 這要爬上去嗎 哦 好像要 開始有繩子 從旁邊這裏 這邊 你先過 你先過吧 對啊 怕會下雨 氣象報告啊 說今天比較不會下 像今天爬就很舒服啊 都沒有太陽 然後又沒下雨 然後又 比較沒有那麼熱 對 還是流汗 對啊還是流汗 剛剛燕子跟山友聊一下 看一下這裡的風景 是不是很漂亮呢 那有個大岩壁 應該不會經過那裏吧 那裏看起來很恐怖呢 欸 這風景真的是蠻美的 可以看到什麼建築物呢 燕子 望一望 可以看到101嗎 好像看不到 現在 13點18分 燕子在這個位置 已經快到東風了 現在的地形就是這樣子 就一直往上 剛剛碰到一個山友 就是剛剛一開始從東風上來 碰到那個山友 他是跟我講 剛剛碰到那些年輕人 到了東風之後 他們還要繼續 往並不知的路 前進 他是建議 如果路況不熟 絕對不要亂走 然後就會發生山難 這樣子不好的 我們就是照 既往我們知道的路線走就好 不要 不要假惑 哇 這裡的景更好 好 這底下就是醒來了 掉下去就GG了 這裡剛剛那個大眼壁更近哦 真的是蠻漂亮的 可以上去30公尺 就到東風哦 並不是斜山東風 是皇帝殿東風 我說的30公尺是 往上海拔的上升30公尺 而不是直線的30公尺 啊 這就是往上 這有像 塔五寮間的地形 這邊都有柴點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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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從這邊 上來 往上 這裡更靠近大石壁的哦 這個大石壁還真的很陡 好 繼續往上 哇 好 哈 繼續往上 應該快到了吧 應該也上升快30了 聽到剛剛那一群年輕人的聲音 這裡的地形很特殊的 到了東風了 剛剛那群年輕人 往上往上 踩好 這蠻滑的 突然一陣頭暈 休息一下 大家看一下 實定電東風的風景 今天第一次在GoForce出來出外景 好 這邊 360度景 看到東風的景 好 那既然都來了 要跟他拍一張照 小心 哇 這塊也太重了吧 黃帝殿東風 593公尺 達成 這邊的景蠻漂亮的 那就是要注意 現在燕子踩的地方 這邊是閑矮 這邊是山路 從這邊是閑矮 那這邊是 蠻危險的 那燕子盡量不要靠近那邊 不要走到最尖的地方就好 那個 最尖的地方 好啦 那燕子就並不 哇 拔倒 好 那 燕子剛剛差點溜滑梯 咻下去 這邊溜滑梯 下去還好 是並不會摔死 可是這邊 摔下去 就 七天後見了 蛤 這邊蠻危險的 4號牌 如果 7號求救 打119 就跟消防隊講說 你在 黃帝殿 4號牌的位置 然後就並不要離開這裡 那就 消防隊就會趕快來救你 好 燕子在那邊休息 哎呦 燕子坐在這邊都很滑 這一期年輕人就是 剛剛燕子上來 碰到那一群 年輕人 他們體力比較好 所以就先走了 下午13點41分 燕子在 黃帝殿東風 休息好一陣子 我們休息好 出發了 你要從這裡下 對啊 要從這邊下 OKOK啦 可以可以 不會不會 那邊很多人 好休息好 燕子去西風了 這是所謂上山容易下山難嗎 好 停車場 黃帝殿步道 這邊 已經快到西跟東岔路口囉 就在前面 好已經到這個岔路口了 這邊往東風 這邊往停車場 剛剛燕子就從那邊上來的 往這邊 現在 十三點五十六分 現在到這個岔路口這邊 好 繼續往前進 現在這一路上都是這種平路 都蠻好走的 不會曬到太陽 今天也沒太陽 陰天 很舒服喔 現在氣溫22 23 又沒下雨 又沒太陽 很適合爬山 路在哪裡呢 這邊 現在 小小的往下 現在小小的下坡 哈囉 哈囉 我快來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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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感謝喔 好 拜拜 好 下來了 跟大家報告 從東風 東江有個天王風到氣風 全部是走在林線上面 他的高度都是差不多一樣 所以 困難的燕子剛剛從 東風登山口到東風已經走完了 現在都是輕鬆的行程 希望是這樣子 這兩棵樹 已經擋住了去路 從旁邊繞過去 握著這個 再往下 揮後 好 通過 耶 已經通過囉 現在路在哪裡 啊燕子走錯了 要走上面 燕子下來幹嘛 啊 要走上面才對 那這有地方可以爬嗎 喔剛好前面有一個 好這邊可以抓 好上來囉 好繼續喔 登山條 好到這裡 有一塊天然的休息區 就是這一塊 既然他叫我休息 我就休息一下吧 燕子在那邊休息一下 碰到那兩個可愛的山友 他說 我這個 這是第幾代 我說第十代 山友就說 哇 第十代要多少錢 要一萬七千塊 我一路上同意有人認出 他是GoPro10喔 其實他的並不明顯 他旁邊死被遮住 只有前面是 淺藍色的 就是GoPro10喔 好燕子在那邊休息一下 好 現在到這個小藍點這裡 現在 下午 14點04分 好 燕子出發囉 好 這種地形 就是應該都走在領線上面 不用擔心 好 現在都是這樣下坡 燕子看啊 好像沒路了 應該是往這邊 這邊有繩子 往這邊才對 並不是往這邊 好 燕子先走走看 往這邊 往這邊 這樣過來 比較難爬一點 也還好 不會很難爬 這有樹 有繩子 可以抓 還好啦 過來之後 就機器往這邊 就機器往這邊 燕子也是第一次到皇帝殿 可是燕子對這裡路 算蠻熟的 那為什麼呢 燕子看影片不知道看了多少了 好 上來囉 大家看 從這裡有個口 風景蠻漂亮的 山友 還好今天沒有下雨 那剛剛燕子就選擇從皇帝東風上來 就是從東風登山口到皇帝殿東風 然後走這一路三陵線 從東風天王風到西風 是比較輕鬆的 這樣子就沒那麼辛苦 好 皇帝殿 延林 步道 好 消防署關心泥3號119 好現在在3號的位置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牌子的地方 通常都是 有信號 就是真的發生山難 真的是碰到困難 需要人急救 好 這有一條路可以鑽過去 那燕子就並不想鑽了 走正常的路 往這邊 這邊樹根 拉上來 幹嘛鑽樹洞 很好玩嗎 剛剛的樹洞在哪裡啊 在這個下面 在這個下面 現在燕子踩這個地方 這個這個地方嗎 應該是這個地方 從這邊上來 這邊很高耶 坐下來 有個樹洞 大家有看嗎 兜兜龍的洞 幹嘛沒事鑽樹洞 好 機器往這邊 好 樹根 這樣子上去 好囉 從這邊爬上去 好 開始 輕鬆一塊 爬上來囉 跟剛剛的景差不多 踩這一塊 判斷一下 這裡好 應該到天王峰了吧 大家有看到這個科研石嗎 這個研石上面這個地方好像一個頭 大家看有沒有像 好像一個頭 然後下面比較細的地方 是他脖子 有看到嗎 一個人頭 一個脖子 往這邊 往這邊望 是不是很好玩啊 這邊下去 這邊下去 依然是顯癌 好 還好 剛剛那是那塊大岩石 剛剛燕子爬東東風 東風大概是上面這塊 岩盤這裡 那燕子現在往這邊 這樣過來囉 現在要往天王峰 應該快到了吧 2點23分 跟大家講 那就是上山要下踩這個GPA 可以吃 在山裡才不會迷路哦 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講山山 好 這裡的view是這樣子 剛剛那個大岩盤在這邊 好 好 這個是一個頭 向這邊望 望的這一片山 好 繼續往前 好 從這邊往上 就到天王峰了 燕子早就把登山杖收起來了 這邊用不到登山上 哇 跟五寮間一樣 攀岩垂下 大家看喔 這邊要攀岩垂下 從這邊 好 那等一下燕子再下去囉 燕子站在這個地方要小心 就是在峭壁旁邊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風景 這裡的景非常的漂亮喔 大家看Copro10攝影的怎麼樣呢 燕子是看不到 那我回去才看得到 也快沒電了 剩14% 好 那燕子在這邊 吹風一下 那等一下再往下囉 這邊是天王風 另外一邊這邊就是 西風 大家看這就是西風 這天王風 好燕子在那邊休息一下 好現在的位置就在天王風 下來一點點 好等一下就上天王風 天王風就是這裡 那等一下到西風 這就是西風 西風就是那個 好現在 下午 14點28分 跟大家報告一下 燕子新拿鉤石出外景 目前為止還沒有換過任何的電池 那現在剩幾趴呢 鉤石目前的電力剩下10% 那燕子就是給他換電池了 那這有一群年輕人也在那邊休息 東風上來將近爬了半小時 那也換第一顆電池 現在是下午14點33分 大家說他很非電那燕子其實還好 以燕子拍攝的方式 並不自從一開始就開始拍攝到底 那就是有重點式的一段一段的拍攝 那這樣就比較省電 好了已經放好電池了 好 一起往前喔 因為燕子發現並不用這邊攀岩往下 因為剛剛看那群年輕人 這裡有路那不用攀這條路 比較危險 好往下 這邊 往這邊一直往下 好這裡比較施滑一點 走慢一點 好這邊 往下 這邊 那群年輕人說 要從東風到西風要將近兩個小時 應該不用吧 往下 下來囉 OK 平安到達 從這邊往上 從這邊下來囉 不用走這一條 這條比較危險 這邊就平路了 這是東風走過來 這是西風 這個是往下 停車場的路 可以從這邊撤退 燕子要去天王風 所以沒有 天王風之後要到西風 繼續往前 從這邊往上 開始 是 現在要往天王風 應該一下就到了 希望是這樣子 很多的樹枝樹幹可以搬 好小下坡 這裡的石階比較小 要小心一點 不要滑 或者這根樹幹 好 天王風 要天王廟 房地點不大 然後直線往上 這是走在 零線上面 這零線沒那麼可怕 通通是樹 所以不可怕 好 這邊要往上了 好囉 往上喔 這個階梯可以踩 往上 走在零線上面 上去 將近 30公尺吧 還是60公尺 就到天王寺了 不是天王寺 講錯了 你以為在 日本嗎 四大天王寺 好久沒去日本 好懷疑 到天王風 好 繼續往上 好囉 到天王風了 天王風沒有 三角點 大家看一下 這天王風的風景 被樹枝遮住了 雖然這是樹木 這也是閑埃 被樹木遮住了 現在到天王風了 天王風之後就 下坡 快到西風的時候 才 上升 上升 50公尺 應該是輕鬆一塊 好 出發 現在時間 14點48分 現在下車了 到西風 那如果大家覺得害怕的話 可以 直接屁股朝後就好 因為燕子要攝影 所以往前 千萬不要寫燕子 還是以安全第一 好 這邊有給人休息的椅子 消防隊二號牌 這邊沒有路了 往這邊下去 跟大家報告 燕子 覺得有點不舒服 那今天的行程 就走到消防隊 二號牌這裡 這邊 那燕子往這邊往下側 側到這邊 然後回到燕子 停車的地方 這個不要覺得可惜 覺得只有差這一點點 你就可以到西風 再從西風下來 那因為這個山 不會不見 山 永遠都在這裡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 消防隊 二號牌這裡就好 好 這邊有個招牌 這邊往停車場 那燕子就 有點頭一點點的陰 所以 不要硬撐 那我們就往下側 可是這裡 這裡路比較不好走 這邊就比較小心一點 沒有石頭 比較滑一點 燕子拿出登山帳了 而且把套套也拿掉 那我們往下囉 這裡路比較 遠矢 而且沒有階梯 而且都很滑 剛剛燕子 外的一覺 那 該拿登山帳的還是要拿 就這樣撐著下來 好 那燕子到下面 再跟大家報告囉 大家聽一下 這是什麼聲音 是小鳥嗎 感覺不像 感覺不像 並不曉得什麼東西 還是 這根水管 漏水 聲音要越大聲 果然真的是水管漏水 就這裡 破一個大洞 已經下來平緩的路了 傻眼貓咪走在沒有路的草叢之中 那請問這一條路是什麼 真的是 啊 繼續往下囉 松鼠松鼠 要看看嗎 有看到松鼠嗎 在那邊 跑下去了 跳過去了 跳到那邊去了 不見了 這邊往停車場 這邊往天王廟 這有一個很大的岩石 一直從這邊旁邊走下來 我們去抓那隻松鼠囉 小聲一點 沒有看到他 這邊感覺好像一個方塊掉下去 這邊方塊掉下去 大家感覺 的出來嗎 事實上這是一個角度的問題 走過去 他剛好是那個角度 走上去這就是階梯 那就是變一個方塊這樣子 好好玩 一個蠻特別的景 看到燕子的車了 小銀在那裡 這邊就是那個小吃店 現在目前GoPro有發生一些小問題 就是他說 沒辦法讀到SD卡 燕子處理的方式 就是把電池直接拔掉 然後重新裝上去 就沒問題了 我們就在這邊結尾 我們今天爬皇帝店的影片就到此為止囉 如果喜歡燕子的影片 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及分享喔 那我們下一集見囉 就這樣 掰 掰掰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請訂閱分享 及按鈴鐺 我會在 美洲不定十歲附近影片 我會帶你去很多好玩的景點 走走看看 就這樣子囉 記得點讚 按讚 分享 轉發給你的親朋好友知道 因為這就是個YouTuber 掰掰 好就這樣子囉 掰掰 掰掰